我们进入我们本讲正式的一个内容 那么第一部分呢 还是本篇的概说 第二部分呢 就是明章的经读 第三部分仍然是本篇的小节 那么我们先来看这一篇的概说的部分 那么这一篇呢 是承接这个告纸上篇来的 那么它的内容呢 实际上是有16章 那么涉及的问答呢 主要涉及到问答他的弟子 包括乌鲁子 公孙丑 这是大家比较熟知的公孙丑 还有陈子 那么这几个人 其中呢 达乌鲁子和这个公孙丑呢 两章 孟子呢 对话还有对话的 跟当时的人 包括当时的学士陈子对话 那么有六章 这里面也会涉及到当时的一些时事 包括涉及到 那么秦楚之战 那么也包括涉及到鲁国的一些事情 还包括涉及到所谓卫国 那么还有孟子曰有五章 那么孟子曰我前面已经跟大家讲过 孟子曰呢 有些地方恐怕不光是孟子曰 应该是有对话的情节 那么有时候呢 我们从上下章可以判断 有时候我们可以从内容的角度 可以去重新理解 这一篇设计的人物非常非常的多 那么除了对话的人物 孟子的弟子以外 还有学士大臣以外 那么另外还有 他们在讨论对话的过程中间 所涉及到古圣先贤 那么我这里给大家列了一下 仍然是尧顺与汤 那么汤人还会涉及到 当时的一些重要的人 包括夫曰 焦离 也包括周公 太公 还有管一吴 就是管仲 还有孙淑敖 还有孔子子诗 这是在孟子里面经常会出现的 孔子子诗 当然除了这个古圣先贤以外 还有这些古圣先贤的对立面 那么也就是夏杰 那么夏代的最后一个君王 还有商周王等等 当然还有一些 当时这个孟子所认为的 有一些瑕疵 不怎么好的人 那么需要重新去理解的 比如说春秋的五霸 比如说当时的诸侯 比如说当时的一些大夫 那么涉及人很多 他的主题的内容 我们在标题里面 已经跟大家简要的说 主要是涉及到 仍然是要讲心怀仁义 不要老是奖励 那么我们其实在读孟子的时候 孟子七篇 后来分为每一篇 分为上下以后 我们就可以发现 往往上篇讲的内容 非常的主题集中 那么下篇讲的内容 稍微淋散一点 我想这是跟当时的篇目 比如说我们这里告纸上下 其实本来就是一个 完整的告纸篇 有关系 那么我们在后面的理解里面 还会跟大家简要的说到 那么十六章各有主题 我想大家也可以去体会 那么第一章 是人人有问乌鲁子 乌鲁子是孟子的弟子 讲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到底是食重 就是吃饭 食啊 饮食 那么色重 就表现出来的 那么特点 还是理重 那么这是当时的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 也是涉及到儒家 要处理的问题 各家各派出来以后 大家对孔子 孔蒙是有很多的 评论的 也有很多的不理解 这一章里面就讲到 关于理重 如何去对待一些具体的问题 是轻的跟轻的比 重的跟重的比 那么这是孟子经常会解释的 同时也能够反映到战国时代 战国时代确实是好变 大家辩论啊 辩论非常多 由于有辩论 所以有各种各样的人 从各个角度来对别人的意见 进行反驳 在这个反驳过程中间 孟子有他的一个立场 第二章里面很有名 人皆可以为姚顺 那么他是在回答 这个曹娇这个人 说的话 那么他主要是指出 姚顺之道 孝帝而已 我们前面其实曾经提过 那么讲道性善 言必成姚顺 其实这个性善背后 就是一个孝帝而已 那么我想这是我们在互相理解 或者说 那么交错的去体会 每一章的时候会知道的 那么第三章是小辩 小人之诗章 小辩是诗经的 那么一首 那么这里面主要是讲 讲什么呢 其实它是跟前面一章有关系的 主要讲亲亲为人 那么特别讲到了 这方面的一些情况 那么如何才为孝 最后也是引了孔子的话来讲 大孝 莫若顺 那么第十二章 第四章里面涉及到 宋坑将之处到处国去 这个人是一个 我们经常讲是一个道家一派的人物 那么孟子要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一章的一个主题 认为怀利 就是你心怀的利益 用利益去劝导 劝诱君王 你就永远都达不到目的 最终的结果是国王 只有怀仁义而望 怀仁义才能天下望 才能望天下 那么我们后面也会 仔细的跟大家讲 第五章呢 涉及孟子居周 就孟子在周国的时候 那么很多人 会给他所谓的礼聘他 就是请他去干什么事 那么孟子呢 有时候呢 受礼不报 这就是这一章的内容 孟子解释了一下 我为什么受礼不报 这牵涉到君子 或者说大丈夫 儒者的出处 那么第六章呢 是先民十章 那么这里面牵涉到什么呢 就是孟子啊 那么跟当时的 这个基下学宫的 重要的人物 纯于坤的对话 很有意思 就是纯于坤呢 特别讲道 孟子林老先生 经常跟我们讲人 那么当时有一些问题 得解决 我看你能用人来解决 还是解决不了 那么孟子就有回答 就说啊 圣贤呢 各式各样 其实这也是 纯于坤所质疑的地方 圣贤各式各样 他们并不有完全的 同样一种道 你为什么总是把他们搞得一起去 孟子就讲了 这些人各式各样 但是他们背后 是一 就是道啊 他们的道是一个 什么道 就是人 无论是讲 从伯仪讲起 还是一直讲到空子 其实他们的道 都有相似的地方 那么也就是一个人字 所以他说 君子一人而一 何必同 为什么要让他们全部都一样呢 他们全部都长得一个样子呢 只要他的实质 是行人道 就很好了 这很能够反映孟子的思想 也能够 我们也能够理解到 孟子的时代 孟子的思维 思辨的能力是相当强的 那么第七章 也是非常有名的 是五霸者 涉及到五霸 春秋五霸 三王之罪人 而当时的诸侯呢 也是五霸之罪人 那么当时的大夫呢 是诸侯之罪人 其实什么意思呢 他的意思是说 这个从春秋的五霸 一直下来 也就是诸侯 再下到大夫 这些人对待君王 包括五霸 他们对待周王 对待君王 都是不对的 那么特别指出 战国时期的情况 各国的大夫 都是为了 奉赢君王 为了自己得到利益 比如说 我们讲过 纵横家的 法家的这些人 到秦国 到魏国 到去游说 游说的目的是 奉赢君王 不管这个君王 是善 是恶 也不管他如何 只要他有权力 能给予我官职 能使我有荣华富贵 就好了 所以他特别讲到 金子大夫 最重要的是 逢君之恶 就是按照我们今天讲 就是顺着这个君王 他有什么 你就引导他什么 孟子讲这是不对的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 孟子曾经对齐王讲过 他说 为什么齐国的老百姓 不跟你讲仁义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们认为 你不配讲仁义 那么这就是孟子 也就是孟子 对君王的制约 对君王的劝戒 是以道 是君 这也是孟子的话 他说以道是君 不是以君是君 所以他讲 逢君之恶 这才是罪人 就不能真正的行王道 这就是罪人 天下的罪人 那么第八章呢 是卢御使圣子 为将军这一章 那么这一章里面 特别的讲到 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当一个臣子 特别是像将军这样的人 辅佐鲁国 使得强盛 应该从何做起 不是从教老百姓作战开始 而是礼仪 而是隐其君 就引导他的君王 当道制人 当道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合乎道 制人 就是让他能够 智利于人 有智于人 那么我想这是孟子 非常重要的思想 劝君 这是整个的孟子 这一本书里面 讲的非常多的地方 那么第九章 涉及 金之弑君者 这一章 那么里面 是接着第八章来的 也是讲这个士君 特别讲到 今天 就是战国时期 所认为的良臣 就好的大臣 实际上 都是民贼 这个孟子讲得非常清楚 我刚刚也是给大家说了 战国时期 那么多的 所谓的臣子 其实 表面上 君王也很满意 但是 君王的恶 他不能够劝制 最后造成君王 作恶于 本国 作恶于 天下 这不是民贼 是什么呢 所以孟子讲得非常清楚 第十章 无欲二十 而取一章 里面也设计到 当时 一个重要的人物 也就是 魏国 曾经当过魏国的 相国的 宰相的 丞相的 这个白归 白归想实行新的政策 这也是战国时期的 一个重要的动向 我们以前讲过 那么战国时期 就大家纷纷改变 过去的章法 过去的制度 善让啊 等等这样的东西 都出现了 这里就涉及到 那么 古的 古人 特别是古代的 圣贤 他们在治理国家的时候 是所谓 食而取一 就是我们说 收税啊 十分之一 只收 而他呢 白归是提出 要二十取一 那么孟子认为 这是不对的 因为 这个食取一 是比较符合 我们的人伦的 什么叫人伦 就是 祭世所用 那么供给 祖先 宗庙 所用 就是食一 如果缺了这个以后 就不是中国了 就不是 有 就没有人伦了 所以他说 如果住在中国 行礼乐的话 你的 税寿的制度 就应该是 食取一 那么这样的话 大家才会尊重 宗庙设计 尊重 祖先 才会存 人伦 那么这个是 非常重要的 所以孟子经常会 从制度 会讲到 人伦 会讲到 礼乐 那么我想很重要 那么第十一章呢 涉及到 也是白归的事情 单之治水 这一章 他特别讲到 自己的治水 很高明 其实在孟子 看来 是很不高明的 有些是 危害于天下的 这个白归 把自己比作 大禹治水 但是孟子跟他讲 你那不是 大禹治水 大禹治水 是把 洪水 引到四海 而白归治水呢 是把洪水 引到别的国家去 这就是孟子所讲 你跟大禹 是很不一样的 大禹治水 是为人 是使天下的 老百姓都能活 你治水 是指 使你们国家的 老百姓活的 但是 危害于他国 危害于 别的国家的 老百姓 所以 仁义 的人 体现在哪儿 其实整篇 整个的孟子 是讲得 非常的深刻 无处不有人 连治水 这样的事情 都有人 因为你 危害于 一方 危害于 他国 都不是人 那么 第十二章里面 讲到 君子不量 其实这一章很短 主要是说 君子要执行 要守着自己的信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当时 很多的 战国的诸侯 以其 还有很多的大臣 大夫 其实 都是 视信义如粪土 那么 所以孟子特别强调这些东西 第十三章 有讲到 鲁玉石 月正子 为正 这一章里面 所讲到 主要的主题 是说 好善 忧于天下 那么 好善 忧于天下 是指什么呢 就是 如果要为正的话 你应该自己好善 同时 行有余力 还要使自己的善 能够便于天下 这才是真正的善 那么我们过去很多人说 那么儒家跟末家 都不一样 那么末家是 兼爱 非公 儒家呢 并不是 不爱别人 也不是说 讲究要攻击别人 儒家是要通过推 你只有先 善你的父母 然后你就善你的亲人 善你的 所谓乡党 善邦国 然后是天下其他人 所以好善 能够忧于天下的人 才是孟子 最尊崇 或者说 最欣赏的人 那么第十四章呢 是孤子君子 何如则四章 也是讲到君子的出处 那么孟子在这里面 实际上也是 讲得非常之清楚的 他特别提到了 很多的问题 那么孤子君子 是怎么样子才是呢 他认为 有所谓的 三去三就 就是主要是取决于 这个君王 君王不光要礼尽 就是礼聘 礼请 这个君子 这个君子才去 什么意思呢 就证明君王 他有志 他的跟你的志 是一样的 所谓道同与谋 那么不光是这样 还要什么呢 还要行言 你给他提的意见 他得听 他不听 你就没必要再去了 我们在后面 有个跟大家简单的讲 孟子对君王的要求 对君王来用自己的要求 是很高的 那么这才是君臣之道 臣子才会真正的 替这个国家尽心尽力 否则是替自己的利益 尽心尽力 那么第十五章 很有名的一章 顺法于全母之中 这一章 里面设计的问题 主要是讲 古来的圣贤 特别是由孙以下 一直到孙叔敖 那么他们 所谓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 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 这里面会涉及到 那么当时 这些人 他们如何看待一些问题 所谓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那么后来 这个宋代的大儒 陈浩 他们就讲过 所有的儒者 所有将来要成大事的人 都应该从此过 也就是说要通过艰辛 通过从最卑贱的地方 所谓 这就叫生于忧患 很贫穷 很忧患 那么如果说是 没有通过 那么这样的一生的话 你对很多事情的理解 甚至 人对人的理解 都会不一样 那么这会造成什么呢 死于安乐 所谓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那么我想 历朝历代 这样的故事非常多 这也反映了孟子 那么对于一个人的修养 他的功夫 其实是非常注意这些东西的 那么16章呢 就是我们前面刚提到过的 那么就是教义多数啊 就是孟子的教育思想 是非常多的 其中有一个就是不教之教 就我刚刚说的 那么你不配来受教 我不会去教你 目的是让你自己回去分析 这样的话 才能达到我教你的目的 这也是孟子才会这样去做的 这是儒家的教育思想中间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 感谢观看